今天这期呢是我的年货之送礼片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前几年一直给你们推荐的这个江西的菊柚 这个是我朋友农场自己种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 那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新鲜而且个头也挺大的 就它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细腻而且支水很足就很新鲜的感觉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度非常高 它中间只有一丢丢的酸味 然后吃下去之后呢就很大一股那个橘子的回味你懂吗 就我对食物最高的评价就是它有本身自己的味道 唯一有一点呢就今年它库存依然不是很多 据说只会卖到过年前 所以大家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下一个呢是我今年发现的一款很好吃的巧克力 这两款是生巧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松露巧克力 这个包装比较适合拿来送人 但这个生巧的包装是真的才不能堵 它就只是一个这样的塑料袋而已 但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相应所联合研制的 所以这个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 而且它这个巧克力啊真的是很细腻很好吃 这个是它得零下保存的 我刚刚拿出来回温了一下 哇真的很丝滑你看 我觉得生巧比较好吃一点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软弱 哦真的是诺基基的 我平时就很爱吃巧克力而且我尤其喜欢吃原味巧克力 这个抹茶味的呢它是白巧克力提的 大锅说很好吃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原味的 这个吃起来哇真的是感觉幸福指数立马就上来了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款这个松露巧克力呢 这个就是有夹心的你看它这个有多少种口味有四种口味我记得 这个有原味茉莉味斑兰味橙味 而且这个就只要冷藏就好了 松露巧克力之所以叫松露巧克力主要是它这个形状 而不是它里面夹了松露哈哈 好像是斑兰味的 这个对比生巧来说呢它口感会偏硬一点点 我觉得放在室温底下回温一下会比较好吃 下一个呢一样是吃的但是它算是一个怪东西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们都没吃过吧 这个是叫做九节虾肝 我也是被朋友送过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我跟大哥就买了好多 你看它这个虾呀真的是巨大 两个虾对起来它就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这个它吃法很简单哦 我发一个给你看看啊 就是它只要直接扒开就能吃了 因为它是烤出来的 然后只加了盐 平时呢你就要把它冷冻 然后你吃的时候拿出来回温一下就好了 我们平时除了就是这样干吃 嚼着嚼着就很香 我们也会放到汤里面 然后煮出那个虾的香味来 你们看扒完之后也很大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肉质比较偏紧实 所以你直接这样吃就好了 越嚼越香就有海鲜的那种回味 而且这个就属于是高蛋白 然后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拿来送爸妈或者给小朋友吃都很好 下一个呢又是一个怪东西 就是送给我们家宠物的 它里面就是送一个小帽子 不过这个礼包呢它是随机发的 就这个礼包发完了 它就堵其他东西来发 然后我主要是看看这个帽子 我觉得这个帽子他们带一个很可爱吧 哇这个帽子好可爱 超可爱 你们看它是个小兔子 是不是就猫的头在这里 然后带起来圆圆的 哇我感觉巴德带起来应该也会很好看吧 而且它这个质地还挺好的耶 虽然是赠品 但是真的很不错 然后里面还有好多鱼翅 有这种咕噜酱 然后还有猫条 还有这种鸡胸肉 还有一只鱼鱼 还有关头 哇有这么多东西 这是什么 还有鲜牛肉 哇塞 如果你要宠物的话 这个真的是送给宠物一个很有心意的礼物了 接下来是我给自己准备的两个小礼物 其实它也很适合送给朋友 它那包装也挺好的 一本是电影日历 一本是读书日历 一个放在我的书房 一个放在我的客厅 你看这两本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本呢 它就是精选了365本经典小说或名著 然后会有专业的配音老师要搬你读书 等于说你每天不需要看书 只需要抽个二三十分钟的闲暇时间 就可以听完一整本书的精华 我觉得这点就很好 像我平时上班嘛 不一定有时间来看书 那你听听书其实也可以充实一下自己 所以这个很适合拿来送给自己 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多看一点书 如果听到哪本书我自己比较感兴趣 我就可以去看完整本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电影日历 然后我平时很喜欢看电影 所以呢 我也是挑了一本这样子的 诶 你看这个就是谭顿专员2 然后他有一些比较好的电影 或者是剧集 这一本是极品飞车 哦这个我喜欢 这个大哥也喜欢 你看他还送了一个这种书签 就可以平时看书的时候夹在里面 他其实兴权了蛮多好电影 但是有一些电影可能平时不会关注到 所以有了这一本日历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仅是把工作内容记在后面 然后你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先下时间来看一看挺好的 最后一个是朋友送我的礼物 这个是橱菊今年的新春礼盒 真的很好看 这个我打给你看一下 它里面是有一打红包 哇我的红包又变多了 而且每次橱菊的审美都很好 它这个颜色就很高级 然后还有一个春联 龙又健康 人生漫漫也烂漫 春生安宁 生活茫茫 逸光芒 游龙 辣 游龙 游龙 辣服 为难我平台人了 最后它还有一幅 财神道的这个挂画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 饭在家里真的很有新年的氛围 感谢橱菊咯 那我们今天的年货合集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明天再见哦